姐妹们 你们今天晚上有空吗 你们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 本来约了朋友去看电影的 结果晚上有事来 要不给你们看 我是去不了了 我爸妈约了朋友 我得跟他们一起去吃饭 林玉津 你可以去啊 你用这两张电影票 去约沈渊看电影 正好拉近一下关系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不把握呀 是啊 而且这看电影不是重点 重点是通过电影寻找话题 只要是聊得好感情 不就麻烦怎样进了吗 但如果说聊不好 就聊崩了 我先问问她 就这儿 就这儿 我听别人说 这电影还挺好看 特别适合 适合什么 适合年轻人 年轻人 嗯 我室友说她看这个电影都看哭了 讲的就是里面的男女主 从小是青梅竹马 后来因为一些误会就疏远了 不过后来男主 你怎么会知道 这儿子还小意思 我认为你 我还是不认识的 你怎么怎么办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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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我今天要好好拍一下 小弟妹 怎么办 这儿子都在看她 我可以不去 我去吧 我都会在这儿子 我们看的不应该是 我发现你还挺会选电影的 能不能告诉我 谁看这个电影看苦 我 我快看苦了 我其实就是想说 咱们应该像另一部电影的男女主一样 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误会 咱们都应该 你说什么 没事 你先看吧 回来啦 怎么样 怎么样 电影好看吗 和好了吧 你不会搞砸了吧 不能够啊 这感人的爱情电影 不是应该是男女感情的催怀剂吗 是挺感人的 但是是宝莱坞的烹饪心动 全程都在唱跳 我想说话都找不到安静的时候 宝莱坞 不好意思啊 我 我没有搞清楚 没有 归根结底啊 问题还是在乎 林雨晶啊 你终于想明白了 我算是彻底想明白了 与其背地里爱声叹气的 我不如当面说清楚 在哪儿 有东西给你 准备去上课吧 您的奶茶 您好 看一下啊 喝点什么 同学您好 身一家店的奶茶我基本上都喝过 我可以强烈推荐你和他家的乌鲁马奇朵 三分堂去冰 我建议你可以试一下 不用了 我已经想好了 进 一段奶茶 您好 我要一杯招牌奶茶要全糖 好的 这边扫码十二块 我建议你还是点半糖的比较好 因为他家的招牌奶茶的奶都是冻奶 他的茶底本身就含糖 不用了 我给我男朋友买的 我男朋友是个小甜甜 所以我就要点全糖 真是个二十四肖好的女友 神娟 给你买了饭糖和奶茶 你上课前吃一点 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 我是想说 神娟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有些人看起来浓眉大眼 有些人看起来浓眉大眼 背地里竟然是小甜甜 我明白了 朋友气不可气 现在为敬 雨雨恒 可以没有 陈兵 我刚刚在奶茶店碰到她 闹了点误会 我就拿你当了一下打电牌 这 这先给你 我还有课我先走了拜拜 林玉璋 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我其实是想说 当时是我做的不对 你生气是应该的 但我现在不是在弥补我的错误吗 上次的汽水化声 还有这次的奶茶 你喝了奶茶以后开心点行不行 林玉璋 你的人会这样哭 你先上课